粉紅色的轎頂在人群中往前移動 它就是有粉紅超跑之稱的苗栗拱天宮 白沙屯媽祖藍轎 也是白沙屯媽祖最醒目的標誌 扛轎班轎乘快 二十號凌晨出發 中午就走到台中 沿路工廠店家擺出貢桌迎媽祖 廟方說靜香路線不固定 都是看媽祖想去哪就去哪 有趣的是 廟方原本計劃凌晨兩點十五分出發 當轎子一扛起來 軟轎卻沒有往前進 而是在原地不停搖擺 當時周圍的信徒都看傻了眼 覺得是不是媽祖還在思考要往哪邊走 軟轎搖了五分鐘後才出發 走到路邊又停住 所有人虔誠的跟著停下來等指示 最後媽祖軟轎到了秋冒園 劇烈搖晃 廟方認為 因為要走兩百多公里 到雲林北港進鄉 因此為了體恤轎般辛苦 要將大鑾轎換成小鑾轎 換好轎子 粉紅超跑繼續衝 轎乘很快 預計不久就會到彰化 彰化這一次為了白沙屯媽祖 準備的警力只有五百二十七人次 跟上一次的大甲媽繞進安排的三千三百五十人次的警力 插了六倍 大甲媽祖繞進的時候有一些固定的點 因為陣頭太多 會容易造成這個治安打架的事件 大甲媽祖攔教當時到彰化周圍都是被警察團團包圍 因為有不少鎮頭組織要接駕 發生推擠衝突 而白沙屯媽祖因為路線不固定 也不開放讓民眾接駕 所以警方單純協助維護交通 也讓警力跟大甲媽繞進相比 大大減少許多 華視新聞 熊貓蘭謝憲宗 無少傾斜中藝苗栗將話報導